星期四中共当局突然公布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判处无奇徒刑 消息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有大多民众表示周永康被判刑是罪有应得 但是量刑太轻 一起来关注一般中国民众对周永康案轻判的反应 6月11号中共党媒新华社报导称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当天被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 以受贿滥滥用职权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判处无奇徒刑 之前媒体广泛报道的周永康涉及的活摘器官 图谋政变等罪行没有被提及 天津法院对周永康案的审判秘密进行 不止他的最严重的罪行被掩盖 他的贪腐金额也从原来大陆媒体披露的900亿 降为不足1.3亿 周永康让中国的法治倒退了50年 他在司法制方面犯的罪犯的虐太大了 他他们多少都可以敌国的 这么大的罪恶都会牵涉更大的老虎呢 避重就轻原因就在这 这就是为什么不敢公开审理周永康的原因 周永康曾主政中共政法委系统 其间迫害了无数的大陆法轮功学员 异议人士还有访民等群众 清盘中盘都是他内部交易的结果 都是他共产党的内斗 不要在中共抱有任何幻想和希望 要纠正周永康的这大恶极 如果他有诚意的第一步 就是释放政治法 开放党禁 开放言论自由 施行民主啊 周永康是中共最近几十年来 被判刑的最高级别官员 打破了中共党内 行不上常委的潜规则 新唐人记者雄斌建民采访报道